对于中国跳水队来说 现在没有比赛 所有人也都是只能在训练馆里 进行训练和备战 保持身体的状态 虽然是有些枯燥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他们与观众也是无法见面 不过在场馆内 大家在一起训练玩耍 还是非常的欢乐的 之前就有记者前去探营 也发现了可爱的全红衫 在大热天的情况下 全红衫还穿着外套和长裤在训练 头顶自己的绿毛巾 样子也是非常的搞笑 不愧是搞笑女啊 年轻的跳水运动员们 长时间在封闭的环境里训练 对他们的心态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不过跳水队 也是为大家准备很多的玩乐项目 今天中午的时候 作为全红衫的主管教练 陈洛琳也是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上传了一段跳水队在训练间隙 一块玩耍的视频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这次的跳水队大家也都不训练了 将这个跳水池变成了玩水的地方 大家也是在里面划船 永远打水仗 玩的是不亦乐乎 而在陈洛琳的视频中 我们也是再次看到了全红衫的身影 他虽然没有下水 可是在场边也没有险着 他也是不知道从哪找到了一个水箱 对着水中的教练就是就是一顿喷 场面也是非常的搞笑 作为跳水队的教练 陈洛琳和王涵也是坐在小船中 让王中元作为人力马他在后面推着 也是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刻 这画面真的是太好了 玩了训练的时候 大家都是一丝不苟 可是在场下 他们就都变成了爱玩水的孩子 在一起丝毫 感受不到年龄的差距 在场变得全红衫 他除了拿自己的水枪玩 还和队友们进行着互动 而陈洛琳就比较会玩了 躺在水中非常轻松 斯田茂还拿起红结的水枪 直接往他身上喷 跳水队的运动员和教练 每个人都是活宝啊 看来封闭的集训生活 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心情 这对于跳水队的备战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啊